同學那我們開始上課啦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也是比較數學的部分啦 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核心是最大概是估計法 資料插補是一個小插曲 這個比較沒有那麼重要 那我會把 因為今天等一下那個 大概2點50的時候我要先離拍啦 我會在那之前把 最大概是估計法的部分上完 然後那個助教會幫我把 資料插補的部分上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大概是估計法是什麼 就是上節課我們學到了 Linear Regression的求解公式 並且是矩陣跨表達嘛對不對 好有一個我們來 回顧一下整個過程 整個過程是我們先決定一個 Function Set Y等於Beta0加Beta1X1 加Beta2X2 這是一個Function Set 好那這個時候 Beta0 Beta1X2 各是什麼我們還不知道喔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決定 到底哪一組 Beta0X1X2 是我們想要的咧 我們需要求 當 他們等於多少的時候 殘差平方核最小化 對不對 這個殘差平方核最好的 是我們的優化目標 那我們 能不能改成 殘差絕對誤差核最小化 可不可以 你們上個禮拜 講了一堆有的沒的啦 大概大致上 都是沒有回答到問題 就是 到底為什麼 是 優化 殘差平方的最小化 而不是 優化這個 是有原因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最大概是估計法 就要解答這個理論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學習這個理論之後 我們是不是能夠回答我們的問題 好不好 那這個 好 這是我們 這個 這是我們標準的 這個 就是 整個 製定一個 預測 算法的 一個標準流程 定義預測是 定義求解目標 偏尾分求殘差平方 偏尾分求解 偏尾分求解 偏尾分求解這個部分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就是有 有數學上的困難 但是 他沒有什麼可以操作的問題 就是 每個人 定義出來都一樣 可是前面兩個 定義再定義 這兩個是不是都是 自行定義的 所以我們 要來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來 先忘掉 線性回歸 這個東西我們都先忘掉 我們現在來用一個 最簡單的例子 來給大家看 我們假設 母群疾病的盛情率 某一個疾病的盛情率 他是P 這是一個未知數 是多少 我們現在不知道 好 接著 我們對母群做一次抽樣 樣本數是80 然後這次我們抽出了49個有病的人 31個沒有病的人 請問一下 母群 我現在要給加一分的條件 請問一下 大家覺得母群的盛情率P 是多少 來 有沒有人要回答 母群的盛情率是P 我們再換個講法 我們再換個講法好了 假設台北市 疾病盛情率是P 台北市 糖尿病的盛情率是P 台北市 你先講 80分49是母群的盛情率還是樣本的盛情率 那母群的盛情率是多少 那母群的盛情率是多少 好 回答不出來對不對 那就加0.5 來 剛剛下一個 下一個舉手是誰 母群的盛情率多少 樣本盛情率 我們都同意 80分49是樣本盛情率吧 那母群盛情率是多少 沒有人 你們有辦法區分這兩個概念嗎 有 有辦法區分 這個樣本是從母群抽出的沒錯 可是你再抽80個人 你敢保證就是49個人嗎 不敢對不對 不敢對不對 所以母群盛情率到底是多少 有沒有要回答的 沒有人敢回答的 只有一個加0.5分的 另外一個還有誰 另外一個咧 還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來請講 不知道很好 這個加1分 真的是不知道喔 你們要舉手啊 他講的不知道不是他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沒有人 我也不知道 但我沒舉手 你們大概 我跟你講 你們下次 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們多半就是先舉手啦 OK 可以嗎 我不知道 不是你們 我們不是 我們這節課加分 不是有一個默契嗎 就是 如果同時有5個人舉手 啊我點一個人回答 第一個回答出來 後面都是對的嘛 我下次一定舉手 對啊 我們就是要鼓勵這件事情 可以嗎 可以 好好好 好 那我現在 好等一下喔 所以我們 欸這個概念很重要喔 大家要記住這個概念喔 母 我們樣 40 80分49 這是樣本的盛行率 樣本的盛行率喔 母群盛行率P 這個我們真的是不知道 那 我現在要問大家 母群盛行率P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我們是上帝 如果今天我們是上帝 我們已經知道 台北市的盛行率 就是0.30% 台中市的盛行率就是50% 高雄市的盛行率就是70% 這三個是 因為我是上帝 我是已知的喔 我現在問題改成 請問一下我抽 我不知道從哪一個城市 抽了一個樣本 抽出來的 抽了80個人 49個有病 請問一下 是哪一個 城市抽出來的 來請 來來來請講 為什麼 因為他的 那個 49480 原則有1.60 所以接近高幾分 喔 跟他一樣 沒有我有舉手 好 剛剛舉手的 加0.5分 有沒有人要 這不是正確答案 OK 好 你說 猜一下 這邊比較快 他對位的 一樣 你剛剛不是已經有 你剛剛不是已經有 錯誤的答案了嗎 好 你講 不是 這個不能加分 你也一樣嗎 這個不能加分 來你講 你講 不知道 這個 不是媒體都不知道啦 我剛剛講的是最有可能 這題必然知道 好啦好啦 這樣好啦 你們就是剛剛有舉手加0.5分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再加 OK 自己在 等一下自己統計一下自己 一節課加了幾分 自己在群組裡面吧 好等一下 我來 我現在要講出 到底我們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真的不是你們剛剛那樣想的 來 我們現在假設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有一個 已知的P 這個P是已知的喔 因為P 因為P在這邊真的是已知的嘛 對不對 就 0.3 0.5或0.7 對不對 請問一下 你從個0.3的盛情率 就是 0.3盛情率的一個母群裡面 抽80個樣本 抽出49個有病的人 這個機率是不是一個二項分布的公式 C 80取29 抽0.3的盛情率 抽0.3的盛情率 抽0.7的盛情率 有沒有人對 這個排列組合的這一個問題 絕對不會的 看不懂的 你看不懂 看得懂 看得懂 你是看不懂 看不懂不能加分喔 好那 我看得懂 你看得懂 我也看得懂 那我們請看得 好 你解釋 你解釋出來 我們給你加一分 但只有你喔 好 其實花族人 選擇 因為這49人都有 所以選擇也不懂 他沒定格 因為他是 特項分布 所以是有其他人 那你旁邊的同學你聽懂了嗎 我反正知道 他這個同學都知道 所以 所以 0.7誰人是 1-9 他有3-9 5-9 但是一定 有4-9 哈哈哈哈 我看兩個就15 好好好 好你們 你們兩個 反正你們都 你們講的我覺得沒有那麼好啦 好不好 你們兩個加半分 自己統計 好可以可以 那我來講一下 我覺得 我覺得你們在講排列組合的時候 你們把公式講出來 但是你們並沒有真的 你們 你們真的並沒有解釋到 為什麼長得這個樣子 好不好 那這個 我來講一下好了 就是 今天 今天他就是 箱子 你們以前的標準命題 不是這樣的命題 以前在高中的時候 箱子沒有很多球 然後有 很多 有很多 有紅球佔百分之三十 對不對 那 我抽一顆上來 抽到紅球的幾率是多少 百分之三十 對 抽到籃球的幾率百分之七十 對 那我抽兩顆球 如果一紅一籃 幾率多少 百分之三十 成於百分之七十 因為各 各抽到一個 可是 他有可能先抽到紅 再抽到籃 有可能先抽到籃 再抽到紅 所以有兩種組合 所以乘2 但是這個2是C2取1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 所以這個 二項分布的公式 這個你們應該同意 是高中教過的東西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 我現在回到這個問題來 所以 如果我抽到一個樣本 是 八十 四十九 我是在 台北抽到的 幾顆 台北 我在台北抽出這個樣本的幾率 是多少 台北抽出這個樣本的 我們現在不要講幾率了 我們改一個名稱 避免大家混聊 可能性 like liquid 這樣可以嗎 在台北抽出這個樣本的可能性 是不是C 八十取四十九 乘以0.3 而四十九次方 所以0.72 三十一次方 可以嗎 可以 大家可以接受吧 所以 可能性是 五點四乘以10的 負九次方 可以接受嗎 可以 數學十五級分 十四級分的也都覺得可以接受 我是 好 那請問一下 高雄跟台中的 可能性分別多少 分別這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一樣八十分四十九 可是這邊換掉了 可以嗎 不能嗎 不能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好 對 但是 在高雄抽出來的可能性最高 所以我認為在高雄 所以不是你們剛剛講的 什麼 這個抽出 這個抽出 就是 因為八十分之四十九 是0.61 最接近0.7 你們覺得我的表數 有沒有更科學一點 有 有齁 所以你們接受這個科學表數的方式 有 這個科學的表數 就叫最大概是估計法 好 那我們現在問題來了 好 假設 我們 手上的 我們連這個P都不知道了 我們連這個P都不知道了 那我們 我們 不知道P是多少 我們不知道P是多少 好那我們現在就問了 我們現在真的 我們把這個東西去掉 我們連哪個程式P多少 我們都不知道了 我現在再問一次 今天 樣本 八十分之四十九 這個是已知的 對不對 請問一下 我們不知道母群P多少 我們要怎麼估計那個P 不知道 沒有 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啦 真的知道 那你不知道 不能加本來 請講 製定那個函數 好函數 然後咧 我只知道你 好 那我可以講一下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他這樣 0.5吧 好這個可以 加0.5 他自訂函數第一步講對了 真的是0.5 好來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沒有人 好那沒關係 那我們就繼續 他講 他第一步講對啦 自訂函數 這就是提示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 我們 我們假設 我們先把這個 因為這個P多少 我們不知道嘛 這樣可以吧 我們現在 把這個函數寫出來 大家看喔 好我們把這個 Sample PE 我們帶入 我們帶入 0.3 他就會得到這個 這跟剛剛答案一模一樣 對不對 Sample PE 就是我 我現在 抽80個 然後 我抽80個人 有49個人 有49個人 是positive 對不對 可是我不知道 PE 多少 我現在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來代數字 對不對 這樣你們覺得是0.61還是0.62 0.61 對不對 好那 一定不是0.63 對不對 因為0.61數字比較大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一個一個P來帶 帶入 然後看看哪一個P是最大的 有聽懂我現在 我現在在做什麼嗎 有 好 那我現在有個問題 那到底 我有可能帶得完這個數字嗎 沒有 我帶不完對不對 帶不完 因為 從0到1之間有無限多個數字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求 P 到底等於多少 好 來 後面有人舉手 來 裴你配出來給我看 裴你配出來給我看 裴你配 裴你配出來給我看 裴你配 裴你配 好 來 微分的給1分 你們三個給0.5分 裴你配 你第三個講微分 同學都可以 裴你配 你先講配方法 好 你們三個0.5分 講微分的1分 可以嗎 所以你0.5分阿 你不行 你這個 你這個 你不能現在把所有 你想 開根號 開根號絕對是虎爛阿 好不好 好 好 可以嗎 我非常開心 大家 我是 非常開心的是大家 真的有在想 好不好 我相信你們有在想 微分阿 我們對這個式子求微分 可以嗎 對這個式子求微分 看看 p等於多少的時候 likelihood有幾值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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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是標準的求法 來 現在我們來 這次我們用十分必進法 求出來的結果 但是這不是答案 來 我們來看求微分了 來 我們 n跟x是已知數喔 抽 抽八十 得到四十 得到四九個嘛 對不對 一根的x是已知數喔 p是未知數喔 那我們現在就是求 當p等於多少的時候 這個式子有最大的幾值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可以 好 我們要求這個式子的幾值 我們會用到微分乘法公式 因為這邊有乘起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用到微分乘法公式 微分乘法公式 這個部分 應該有交過吧 有 我就直接帶了喔 我就直接帶了喔 那我們現在來求微分了喔 看著怎麼求喔 來 pn取x是不可以直接丟出來 它是 它是某一個常數嘛 直接往外丟 可以接受嗎 可以 好接著 我們 這是乘法嘛 對不對 乘法我們是不是可以先 對 對 批球微分 和對 這個 就是 我是不是可以 欸我來看一下 對對對 這樣可以接受 就是 前 前面 就是 呃 圍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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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上後面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 這裡可以接受 好那我們 今天就可以猜了 你對這個圍 那就是 x拉下來 然後x-1 這樣可以吧 這裡等於這裡可以接受吧 可以嗎 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這裡咧 1-p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這個要 這個就是 這個拉下來之後 正負號調換 因為這邊是負P N-X這邊 這邊加號變減號 這個可以接受嗎 可以 蛤 就 對拉 這邊有用到簡單的圓鎖率 好這樣可以齁 好 好啦 那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啦 這個 我這邊沒有問問題 你不要那麼激動好不好 我問題的時候 我一定會讓 至少兩秒鐘的時間 讓大家舉手 對不對 可以嗎 只是 不見得會點第一個人 那 所以 這個 這樣子 不是 得到的微分 是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可以 啊微分球極值 是不是當這個數字 當這個函數 倒函數等於0的時候 好 再給大家一次加分的機會 倒函數等於0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是極值嘛 對不對 為什麼是極值 來請這樣 再來舉手 現在有123 來舉手 好 四個人舉手 那就你講好了 十四幾分的 欸 十四幾分 那十四幾分不能加分 那我照 十四幾分的分 好講 倒函數等於0的地方 為什麼是極值 呃 因為它是 那是 指指 欸你們同學是不是覺得 接線跟個性很異性 直接讓我講 他就讓我加分 因為他這個 原本是一個 倒函數是什麼函數 然後是 切線 切線 切線的什麼函數 斜綠 對嘛 斜綠等於0 斜綠等於0 所以咧 所以它可以這個 自己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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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好啦 不要再講了 你們都可以加分了 好不好 來 剛剛舉手的總共幾個人嗎 四個 四個 後面後來有人多舉了 不算喔 你們自己摸著良心喔 欸同學可以互相檢舉喔 好不好 那個 在上面包一些 錯誤的數字的 這個 我們不能介紹 好 我們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喔 為什麼我求微分可以得到幾值 是因為 求微分得到的函數叫倒函數 可以接受嗎 倒函數等於切線斜綠函數 切線斜綠函數等於0 這個地方 代表 它持續上升或持續下降 不再繼續 進行 所以幾值在那裡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 我們現在只要求這個四值 我們就知道P等於多少的時候 幾值就出現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好這個四值好不好求 不會太難 我們整理一下 這個兩邊可以一起把 CNQX除掉嗎 所以 這個等於這個 我們把這個 負向的這一項移到右邊 等於這個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可以 好我們繼續往下 那我們一起把 1-P的N-X-E次方 把它除掉 這邊是不是留下一個1-P 可以嗎 一起把P的X-E次方 除掉 這邊是不是留下一個P 所以 X乘上1-P等於N-X乘上P 可以接受嗎 欸 展開 等於 P等於N分之X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母群 來我們再一次回到前面 這樣大家就聽懂 為什麼 來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 所以 這個 母群P P 聖行率不知道 我現在要正確表述一次 大家聽一下 我正確表述一次 假設母群疾病 聖行率為P 我們抽了一個樣本 80 抽出49 有病的人 31個沒有病的人 那個 樣本的 聖行率 是80分49 這個沒有問題 母群的P 不知道 可是 母群的P 我們估計出來的結果 我不喜歡講這個話 因為你會很容易把那個概念混淆 雖然他們兩個算法完全一樣 可是 母群P 不知道 但是我們估計 他的數字是 80分49 你不要講我厲害好不好 這是數學家厲害 我只是把這個姿勢交給你 所以 我跟大家講 母群P跟樣本P 很容易混淆 因為他們算起來 算法完全一樣 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他們概念是完全不一樣 並且 母群P 為什麼等於N分之X 這個是有理論依據 可以直接推導出來 我在這邊完全沒有用到 高中以外的數學 對不對 但是 我不確定 高中 我記得我的高中老師 沒有跟我講這件事情 為什麼 為什麼 母群P是N分之X 我的高中老師沒有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現在不是在 我現在不是在酸我的高中的數學老師 他很努力 但是 我相信你們應該也沒有 因為補習班也沒有可能跟你講這個問題 對 好 我想大致上是這樣子 因為 因為 因為這是證明嘛 對不對 這個學測不考證明 對不對 學測應該是不考證明 對 今天也有考證明 現在有手寫題 對 好 那你們現在的十五級分非常有價值 好吧 那我看還是 等一下講到證明你還是少講點話好了 OK 好好好 我會少點你一些啦 好不好 讓你有一些加分的機會 對你舉手了 別人幫你把證明講出來 你就會有加分的機會 這個非常的好 好 這樣 這樣可以 這個我證明的過程嚴謹吧 我要講最後這個 來 原來算個盛行率學問也這麼大 對不對 對 好 不用講厲害了 好不好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個是阿源裡面 你要怎麼樣 讓他去求微分 有一個函數叫MLE 這個MLE這個函數 你只要把這個SampleP這個幾率寫好了 然後你叫他 起始值是0.5 請你告訴我說 這個樣本P 他最大的時候 是多少 他就幫你算出來 0.6123 好 這個答案當然 很接近標準答案 因為 49除以80 是0.6125 對不對 你看 你把這個函數寫好了以後 來 你把這個函數 就是他輸入P進去之後 他可以把答案算出來 你現在問阿源說 這個P等於多少的時候 這個東西有最大化 幾值 你看 他是做得到的喔 他是做得到的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 這個 我現在要給大家看 我要現在來給大家看這個 這個 我先試跑一次給大家看 好 看到了吧 他球出來 每一次結果不一樣對不對 再跑一次 每一次結果不一樣 每一次結果是不是不一樣 每次結果不一樣阿 每次結果不一樣阿 不一樣對不對 好 我直接跟大家講 我要跟大家劇透一件事 我們剛剛是用微分球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得到的是正確解答 0.6125 80 你不要亂喊 我沒有問這個問題 這個 我直接跟大家講 SARN是模擬退活法 不過你絕對沒有聽過啦 所以我不會問你這個問題 這樣可以嗎 但是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剛剛我們的那一整套計算過程 我們求得的是公式解對不對 n分之x是公式解 公式解在數學上也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解析解 解析解 很多 有一些東西是有解析解的 舉例來說我剛剛求的這個 母群聖心率的估計師 是有解析解的 之後你會遇到非常多東西 他沒有解析解 我們只能求近四解 所以在程序員裡面我們求的是近四解 下一節課 這一節課我不會教 這一節課我只會講你們 下一節課我會教你們怎麼求近四解 牛頓法可以求近四解 但是 他不夠有效 我們大學會教一些更有效的求近四解的方法 高中 高中為什麼會教你牛頓法 那是因為牛頓法有特性 就是他逼近沒多少次 就會有正確答案 對不對 到大學你可以寫程式 你不用 你不用局限於直筆 你可以 重複運算1000次得到近四解 所以會有更有效的方式去求近四解 更有效是 運用的範圍 可以解更多題目的方式 去得到近四解 下一節課我會教 好不好 但這一節課我不會教 但是我們還是借用MLE這個函數 讓阿源直接幫我們求近四解 但是因為求的是近四解 所以每次答案會不一樣 會有微小的入差 這個高中在求近四解的時候 你們應該有這種體會吧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 我們現在要來教一個更複雜的函數 這個函數是 如果你從一個 這個常態分布函數 常態分布 大家知道是什麼 長什麼樣子嗎 不用舉手 我沒有問 我沒有問 我想所有人都知道 常態分布是什麼 我沒有要問大家 好不好 我們現在 我現在把那個常態分布 你們今天如果一定要我問一個問題 常態分布 因為可是我問這個問題沒有意思 因為你們沒有人學過 不是0.95 來 你們我們現在看這個函數 這邊是不是有個叫PDF PDF 啊 PDF是什麼 是一個答案的格式 答案的格式嗎 這個 這個 這個PDF 不是那三個字啊 這PDF 我直接跟大家講 這是哪三個字 叫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大家看到了嗎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這絕對不是 這個 這絕對不是那個 就是 你 你們不需要幫我翻譯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假設這裡的人英文能力都是正常的 這三個字 我講出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大家自動就可以知道 是機率密碼 你搖頭是指說你英文不正常 需要人家翻譯嗎 是啊 好 好 那 我現在來講一下 什麼叫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好了 我現在 來給大家看二項分布函數 好 binomial distribution 這個 我現在 我只要找到那張圖就可以了 欸 他這邊有講 這個東西 是我們剛剛求解的那個東西 對 這個叫什麼 binomial distribution function 二項分布 對 不需要幫忙 就是不需要幫忙 就是不需要幫忙 註解 我要給大家看的是這個 這個點 這個點是什麼 這個點是什麼 這個點是不是就是 當 X X總共抽40個嘛 對不對 欸總共N是40 我抽中20個的幾率多少 抽中10個幾率多少 對吧 欸 高中應該有教喔 高中教的時候 我都還記得高中老師怎麼教我的 因為我爸就是高中數學老師 那 這個所以我常跟他複習 高中是這樣教的喔 你這個 二項分布 二項分布的N 只要足夠大 他就會逼近常態分布 對不對 對 高中老師這樣教了吧 對不對 好 沒有錯吧 沒有錯 我講沒有錯 忘了 沒教 沒教 高中沒有教常態分布 背進來 背什麼 你要背什麼 你背什麼 你背了什麼 十五級分告訴我你背了什麼 背了什麼 不會考 學測不會考 背了不會考 學測不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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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 真的嗎 欸真的嗎 現在是說學測不會考嗎 學測不會考 那我一定叫我爸爸 明年出這題 OK 看我 看我 那我也不會在學測 還是我在騙子 我現在當然是不可能講說我爸爸是一個多麼厲害的人 好不好 大概 這個 不過我跟大家 你們都不會考 你是軍費生嗎 自費生 那你多半是不會再考 對啊 如果我是軍費生 我就想說 你現在說得那麼肯定 對不對 好 好 沒關係 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這個 我 我這個 我現在 我先把這個 我們現在來講 常態分布 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常態分布 確實從二項分布過來 但是我今天 我今天跟大家喇賽喇太久了 我今天多半是沒有辦法 親手 把這個 二項分布的幾率密度函數 從那個 剛剛那個樣子 推倒成這個樣子 我大概 現在是沒有辦法 這個你們自己上網 自己找一下材料好不好 這個很容易 YouTube就有教學了 好 但是我想跟你講的是 確實這個N N逼近無限 推倒的過程 邏輯這樣 當這個 二項分布的N 趨近無限的時候 趨近無限的時候 這個 確實它長就是 它就是常態分布 它就是 常態分布就是 二項分布的N 無限大值 那這個時候 每一個 這個高度就是機率 對不對 它的函數 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機率密度函數 所以二項分布 剛剛你看到那個 Function 它也是二項分布的 機率密度函數 所以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機率密度函數裡面 有兩個參數 兩個參數 才能夠形成一個常態分布 一個是 平均數 mu 終於是母群平均數 不是樣分平均數 跟Sigma Sigma是母群標準差 好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有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的表述方式是這樣 表述方式是 如果我們已知 母群平均數是 2 母群標準差是3 我們在這一個 機率分布裡面 抽出1 的機率是多少 在我們代工事以前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真的會加分 如果我再表述一次 我再表述一次 我剛剛表述 今天有一個母群 平均數是2 標準差是3 如果我在這個機率裡面 抽出1的機率 是多少 我先跟大家聚透 絕對不是不知道 但是是有個數字的 來請大家舉手 2秒鐘 能舉手就舉手 你們不是說要先舉手嗎 只有3個人舉手嗎 4個 好 那我們就這4個人喔 答對答錯就是 欸 我不想要被研究生污染 研究生講了 來 好那我們現在請 好後面的 來後面 就來舉手 就你 你要講話 你代表大家回答 你這樣舉手不行喔 你這樣舉手不行喔 那你不能 不對 不對 那你再回答一個數字 再回答一個數字 再回答一個數字 對 有沒有人要回答的 0到1 0.5 0.5 絕對不是 好我跟大家講 不要你答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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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可能 你們聽聽看為什麼不可以 今天 平均數2 或標準X3 這個其實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在一個 十數域裡面抽出一個數 剛好抽到1的機率 當然是0 十數有無限多個啊 十數域 十數域有無限多個啊 不管他的機率分佈是多少 不管他的機率分佈是多少 不管他的機率分佈如何 好你可以講曲聚於0 沒有錯 可是你講0跟曲聚於0 意思是差不多 你剛剛如果講0 我們當然 多半可以加個1分 大概是沒有問題 你不能事後 你不能我講出0了 你開始 喔有道理 曲聚於0 對不對 我剛剛講出一個數字 我有回答 所以應該加0.5 好對 等一下剛剛有舉手的都加0.5 這我們可以接受 可是剛剛講不出話的那個不能加喔 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你 你舉了手 結果你想要搭便車 這 大概是沒有辦法喔 對 這樣可以齁 好 欸我 我現在講出來的話 你們真的要 我現在講出來每一句數學的語言 都是有他的道理 你們真的是要體會一下 好 好 那 那 那我們現在算出來這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算出來這到底是什麼 來 給大家舉手發言 我剛剛已經講是0 那這個0.1257 是多少 是什麼東西 欸來 後面有人舉手 來請講 我看 你就加 你就加個0.5 欸不要亂講不要亂講 大家要想 我知道了 來請講 likelyhood likelyhood 有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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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幹嘛 就是 那likelyhood是什麼 你講沒有錯是likelyhood 有能性 你不要把 欸 你乾脆講法文好了 對不對 這個 好 這個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大概是很難 這樣繼續再講話講下去了 我們這個大概是不能加分啦 我來跟大家講 那我們現在回頭看這個 看這個圖像 我們回頭看這個圖像 欸 來我剛剛已經說了 抽中1的幾率 是0對不對 抽中0的幾率應該也是0對不對 對 那這個 那這個數字到底是什麼呢 欸 可是有一個問題 雖然 每一個點我們抽出來的幾率都是0 這個沒有問題 都區距0 可是他們 所有 十數抽出來的幾率 加起來必須要是1 我再重新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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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假設 假設我們的數字就是 可以接受嗎 對可以接受嗎 可以 負到5之間 假設我們就只能抽 負到5之間 抽出每一個 十數的幾率都是區距0 這個沒有問題對不對 可是 所有 這麼多 無限多個區距0 加起來應該要剛好等於 這件事情可以接受嗎 可以 那 這樣子我們是不是要做 我們要 我們要怎麼獲得 每一個 抽出 我們 對可以比較 你不要講 那麼多嘛對不對 顯然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的總面積是1 對不對 欸對講得出來 我們要幾分 好這裡 但是我們這裡就不要去管那麼多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所以我們的那個 我們 剛剛算出來的那個東西是 當我們要算出 這個面積是1 對不對 這個面積是1 面積是1 面積是1 面積是1的 那個面積的高 在這個地方 在那個 點的高度 所以 我們在常態分布裡面 定義的那個likely width 是 積分 函數 那個部分的 對那個 積分 對那個 積分 那個高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聽得懂我意思吧 好 所以當然這個數字 越大也代表可能性越高 可是這 不是抽出來的機率 這跟前面的 二項分布 那一個 那個真的是機率喔 抽出來的機率 所以可能性跟機率 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在這裡 以後我們都叫可能性量可 對啊 你要把 你 我問你說什麼是likely width 我問你什麼是likely width 你說可能性 你沒有把我剛剛 後面那一大串講出來啊 你剛剛也想要講我那一大串嗎 你剛剛有講出面積 你摸著你的良心說 你剛剛真的講出那一大串嗎 不是 我剛剛也說 你剛剛有講出面積 你剛剛有講出面積 同學坐鎮啊 天地良心啊 對不對 不是 這個 這個 好 你不要一直想帶進去 你知道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我們今天 看起來多半是在上數學課 並且我們是在 這個 上大學的數學課 對不對 我們不是在 上補習班啊 我沒有 我今天其實我沒有要你們 備註這個答案 對不對 我們是直接 我們今天在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今天在上大學的數學課 這個 這個我們姑且說 我們今天在上數學課 好不好 雖然說我們跳過了很多 嚴謹的證明 可是我跟大家講 大學的數學課 不是希望你多背幾個公式 因為那些公式 你在網路上都找不到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想要講 我們想要的是那個理解過程 雖然我們也許 求不出這個式子 可是我們要知道這個式子 算出來的數字 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我們就可以應用它 去做我們想做的事 就這樣就可以了 大學 我們今天教的這個 就是大概這樣 我們就可以滿足我們教學的目標 好所以 我們現在要來看下一個部分 來 所以今天 如果我們從台北市的 台北市抽出五個人的身高 它分別是X1到X5 這是以知數喔 你可以想要想成17 172 174 176 178 總共五個數字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母群參數 跟這個Sigma各是多少呢 我們不知道對不對 至少在當現在當下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我們可以把 因為X1到X5 是以知數對吧 我們可以分別代入這個公式 可以接受嗎 可以 然後我們可以求出五個likelihood 對不對 五個likelihood 類乘起來 類乘呢 注意是類乘 類乘起來 這就是總likelihood 對吧 總like mu的跟Sigma 等於多少的時候 總likelihood 最大 這就是 代表 這個mu跟Sigma 最有可能多少 有聽懂我的表述過程嗎 你覺得應該要用加的還是乘的 我們現在好好思考 你抽 我們就講這兩個人 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我現在跟大家講 來 認為是加的舉手 認為是成的舉手 因為我這邊寫成嘛 對不對 為什麼是用成的 為什麼不是用加的 你要不要自己回答自己一下 怎麼講來下一個 你講 各自獨立 兩個機率 對 是用成的 沒有錯 他們各自獨立 對 對 你現在 你剛剛講不出來 現在講對 這樣我們多番是不相信 來 各自獨立的那個加一分 好不好 你自己加一分 身價 沒有 提問題 提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好 加0.5 可以嗎 這個問題真的好 你們如果不問 我真的以為你們所有人都知道為什麼是累積 可以嗎 這個 你們提出好的問題 我同意也是加分 哇 同學我看你是不是 你這 我看你是不是 課上完 你也不用教期末作業 你大概就要100了 我看有這種可能性喔 好 好 好 來 是用累成喔 是用累成喔 可以接受吧 那當然啦 累成你要求微分不好抽 所以你要取LOG 大概 取LOG完之後被累加 他求微分就好球很多啦 這個 過程大概很容易 好 我現在有給大家一個練習 我要讓大家體會一下 這一題 我因為我上課時間有限 而且我今天跟大家打賽打太多了 所以 我給大家 我就直接帶大家做了好不好 因為我真的50分真的要走 而且我還有下一個很重要 還有一個小節 我一定要教會你們 我才能走 所以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來 假設 X 是12345 好 X12345 這個沒有問題 就是 17568 然後 這個 如果我們要求MIM 是不是有個MIM的公式 對 MIM的公式跟SD的公式 這個我們好像都學過嘛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 所以MIM是5.4 SD是2.7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用一下我們剛剛的那個概念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來看著喔 來 Sample的Likelihood Sample的Likelihood 等於 Mu 填入 任意Mu跟任意Sigma 我都可以得到一個總Likelihood 對吧 可以嗎 然後我請 MLE 我請R幫我求 請問一下 求出來的答案多少 他告訴我Mu是5.42 夠接近吧 因為他的近視值 所以我們可以接受這個答案 Sigma 是2.4 不是2.7 這個有差 這個真的差的有點多了 哪一個是正確答案 2.7 2.7正確答案 為什麼 好 那我們現在換個講法 我們不要講他的正確答案 你相信2.7還是相信2.4 來 現在請大家 講話 我們舉手 我們調查一下 相信2.4的舉手 相信2.7的舉手 我相信2.4 你相信2.4 好 那我現在要給 因為2.4的人比較少對不對 我們給2.4的一個加分的機會 來 你為什麼相信2.4 那我幫你回答好了 因為老師剛剛推到的很完整 這整個邏輯線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欸等一下 公式是什麼 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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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很難 來來來 這個 大概很難 那2.7的剛剛那麼多人舉手 你要代表回答是不是 來先講 好 來 那我現在 我現在 來問大家 有沒有人記得標準X的公司的 現在講出來 來 好你們兩個舉手 來請 好 我們先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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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讓後面那個 後面那個同學講 好 來 標準X的公司是什麼 你 你現在講出來啊 快點 黎君X 好那我們現在來 黎君X你們 不是不是 剛剛前面有5個人舉手 這你們兩個 你們三個嘛對不對 你們可以加分 來黎君X 好那 你們自己等一下自己報啦 好不好 黎君 黎君X 黎君X的什麼 來就這樣 的方 好 君 君是多少 欸 要除以幾 除以5 除以5 欸等一下 有落差了喔 有人說除以5 有人說除以4喔 這是樣本嗎 這是 這是 樣本是恩賤 好 來 等一下我現在 我現在要除了 來 等一下 這個要SIGMA 這個 這個要SUM 這個來 來 我們來看到底是除以5 還除以4 好不好 欸 等一下 除以5還要開根號啊 他媽的 你們每個人現在都在講說 現在才想到說要開根號 好好好 好 來來 除以5的答案是2.4 除以4的答案是2.07 2.7 2.7 2.7要3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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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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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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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7 3.4 2.7 2.7 2.7 在某些情境之下,雖然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在某些情境之下,我們要除以N 在某些情境之下,我們要除以N-1 至於具體是什麼情境 什麼情境之下要寫N,什麼時候要寫N-1 你們可能會based on 在寫哪一份考試券的時候 但是 based on 科目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實際上是這個樣子 實際上是這兩個答案都對 真的都對 但是推導過程不一樣 但是推導過程不一樣 那我今天 我今天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這就好像 你要求現金回歸的時候 到底你是要 你優化的目標是用殘差平方合 還是你要優化的目標是 殘差絕對值合 求出來的答案會不一樣 所以我跟大家現在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我們在上大學 不管是統計還是應用數學還是什麼 Anyway都可以 我跟大家講 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標準答案 那個是在某一個推導之下的標準答案 這樣可以嗎? 今天你們按照我的邏輯推導出來就是除了 有另外一個邏輯會讓推導出N-1 這今天不是我上課的範圍內 有時候不同的推導邏輯在同一個題目 會推導出同樣的答案 舉例來說 盛行律 你用我今天的推導邏輯和用別的推導邏輯 推導出來都是同一個答案 但是 不是每一個 不是每一個 命題推導出來的答案都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標準就是這個沒有標準答案 就是今天的結論就是沒有標準答案 然後根據你的推導過程 你得到的答案就是不一樣 那我今天教你們的推導邏輯叫做 最大概是無計法 那我今天就教你們這個推導過程 你們如果如果今天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就是你們先 因為我現在整個 你們在不知道另外一部分的推導過程之前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反正他叫你背你就背了 那 那個 但是你真的要對他有些基本的懷疑 就是他為什麼長這樣 好不好 那我今天講的這個整套推導過程 這是其中一套 其中一套統計的理論 那 我因為上課的關係 我不可能 就是我 我如果說 在 我如果 就是我如果今天 就是我今天 因為我上次繼續學習演算法 我的課程量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會帶你們走一條 走一條 我設計好的彎彎曲曲的路 到你最後到總點 但不代表其他路是錯的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們今天 現在就要以最大蓋斯估計法 來求解先進回歸了 記住我剛剛的所有過程 記住我剛剛的所有過程 我們來試著 來求先進回歸 我們來定義一下我們的預測試 第一預測試是 Y等於Beta0加Beta1乘X 這樣可以接受 我們的優化目標是什麼呢 我們不要再講 要求殘差平方可多 不要講這些 按照我們剛剛的邏輯 我們求出 我們應該是 今天 今天如果 今天如果 我們現在 今天如果我們求出來的 這個YH 應該是每個人的平均值 我今天換個講法 今天 我看著你 我就認為 我估計出來 如果今天有100個 100 我現在 我現在把X 把它想成是男生或女生 這樣這個比較容易解決 我今天有一個預測試 這個假設我們是上帝 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 女生的平均身高 就是 160 男生的平均身高 就是170 當然會有差 會有差異對不對 所以 這個 男生女生的身高 預測試是多少 Y等於160加10乘X X 男生的時候是1 女生的時候是0 可以接受我的講法嗎 可以嗎 我們假設我們是上帝 所以 Beta0跟Beta1是已知 對不對 假設我們上帝當然已知啊 所以 他分別是160跟10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請問一下這個時候 我抽出 那我們在假設我們已知一件事 標準X就是10 假設我們 標準X就是10 我們已知三個參數可以接受嗎 男生的 女生的 身高平均數是160 男生的是170 然後 標準X都是10 今天我抽出一個 175公分高的男生 請問一下幾率 likelihood是多少 likelihood勢必不是啊 likelihood勢必是帶進這個公式裡面 對不對 可以接受我的講法嗎 帶進這個公式 μ是多少 170 可以接受嗎 Sigma是10 對不對 X是多少 帶175進去 得到的答案就是這樣 對不對 那如果抽出一個樣本 有 175的男生 加上 165的女生 加上 145的女生 那我的總機率是多少 145減掉 160 10 然後得到一個likelihood 165減掉160 這個 然後得到一個likelihood 175減掉170 再除這個10 得到一個likelihood 把三個乘起來 可以接受我的講法嗎 這是不是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來看著我的四周 今天X跟Y分別是這樣子 現在我不知道 現在我真的不知道 beta0跟beta1分別是多少 但是我先 我只要帶 你只要給我一個beta0 跟beta1 跟一個standard deviation 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個 預測值 可以吧 我一定可以得到預測值 因為你已經給我了吧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相減之後 我會得到一個殘差 對不對 然後 我把殘差 帶進那個常態分布的pdf裡面 機率分布 機率密度函數裡面 我會得到一個 我取了log之後 我會得到一個likelihood 對不對 我把所有人的likelihood 加起來 我是不是得到總機率 我這樣子設計我的函數 我只要問R 請問一下b0 b1 跟sd 分別多少的時候 這總機率會最大化 這是不是 我現在用最大概是估計法的理論 來求線性回歸的答案 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我這套理論模式 你們應該可以同意我求出來的答案 應該 是你們可以接受的 你要講 你要提什麼問題嗎 取log 取log就是加起來就好啦 你把log弄掉就累成嗎 我log完之後累加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 這樣出出來是可能性的log嗎 可能性的log累加起來 我要讓它最大化這樣可以嗎 可以吧 這個 這個 跟我直接把可能性成起來之後 然後我要讓它最大化 有沒有取log其實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嗎 差別只在我用累加還累成 好 做一件事情在R元裡面 我們它只能求最小值 不能求最大值 所以我這邊要加負號 好 我要看答案喔 答案 B0是5.299 B1是0.99 0.9對不對 我們來看LM的結果 欸 夠接近吧 夠接近吧 夠接近嗎 欸 可是問題 LM我們上節課 是不是有教它怎麼求出來 它是用殘差平方可 對不對 它是用殘差平方可 求出來的 對不對 我們上節課的理論推導 一點都不用比今天少喔 你們有發現答案其實是一樣的了吧 好 所以我現在問你們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 我們結果很像嘛對不對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現在就要跟大家講 我現在今天我大概 我只剩10分鐘可以上課 我等一下會變得非常快 大家就先同意監視就好 今天為什麼要用殘差平方可 是因為我們如果要求 線性回歸的解的時候 如果我們同意最大概 最大概十估計法 是一個數學上合理的 定義求解目標的方法的話 你從最大概十估計法 最後你就會推導出 要用殘差平方可 求線性回歸的解 而不是殘差絕對之痕 不會差比較多 會完全一樣 但是我今天沒有辦法再解了 好不好可以嗎 第一個 我上課本來就是第一個 沒有準備這個部分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今天你從最大概十估計法 你得到的優化目標 就是殘差平方可 當然你也可以是公式這麼複雜 但是就比較複雜而已 這樣懂我意思嗎 化減到最後 就是殘差平方可 這樣可以嗎 而不是殘差絕對之痕 所以為什麼 第一 今天我們這節課 一開始的答案說 是求殘差平方可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從最大開始 估計法 開始推倒過去了 好啦 這邊我真的要跳過了 反正就是求這個什麼 標準物 這邊我們跳過好了 好不好 好 這裡我大概多半也是要跳過了 就是 這個我 就是我 我只是換不同的什麼 用H 預測K 換一組XY而已 理論是完全一樣的 這邊只是始作不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太好了 我今天 我總是我真的是 等一下就要走了 我們給大家一個練習了 好不好 就是你試著 你試著走過我剛剛整個過程 然後試著學習如何用MLE這個函數 你如果這邊 你剛剛聽了半天你理論有懂 你沒有辦法做 你就直接看練習2的答案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練習一下 然後我們第三節 等一下我們請助教來教 好 那我們就先暫停 好 那我們就去練習2 那練習2的答案 原本是 原本老師練習前面就是只有一個X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預測 就是預測 用H跟PR來同時預測 所以我們有兩個X 所以我們只要在答案上面 只要加一個Beta2 像X2 就是我們的答案這樣 那我們就試著來執行看看 然後再執行 這樣就是我們的第二題練習2的答案 好 那我們接著就是我們來上我們最後一小節 那最後一小節我們就是用我們的多重X步法 那我們在就是我們在研究的時候啊 我們拿到Data 可能都不是一個很完整的資料 那我們不是很完整的資料 我們有一些處理方式 那我們在處理大部分常見這些處理NA的方式 我們可能會用平均值啊 或是中位數啊 最大值最小值去填補這些資料 或者是乾脆就把那一筆就是有缺失的疊去掉 但如果真的缺失太多 如果一萬筆裡面有九千筆都是缺失的 那可能就只剩一千筆 那可能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我們在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使用一個多重X步法 就是利用回歸 然後也加入一個平均值的概念 然後利用這個方式來把我們的NA值去做一個預測 然後我們就可以產生一個完整的一個X的資料 那稍微用這個流程圖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多重X步法我們的使用流程這樣子 那首先可以看到就是在 在Edge、Income還有Gender部分都有一些Vising Value 那我們就是利用平均值的概念 先把這些NA值先填入平均數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這一步 我們就可以把Edge填入25.5 然後Income12 Gender填入F這樣子 那首先我們就在Edge的部分 因為原本這邊這個空格是Edge 是缺失的 那我們一樣把它填回NA 那這邊兩個就是一個很完整的一個資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兩個欄來預測Edge 所以我們就用Income跟Gender 產生一個線性回歸 那去預測出Edge是什麼答案 什麼值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填回 最後我們把這個格子填回35.3 那就是它Edge的預測值 那我們一樣重複這個動作 我們就可以以此類推 那在Income的部分 原本這邊是一個NA 那我們在這Edge跟Gender這兩個欄 是一個完整的資料 我們一樣產生一個線性回歸的方式 去填入這個Income的預測值 那就是13.5 這邊是13000這樣子 那Gender也是一樣的過程 好那我們就接著看怎麼使用 就是我們要稍微再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線性回歸是Y等於B0加B1X1 那我們這個線上就是我們帶入XX產生的Y 我們在這條線上都是一個點估計 那點估計就是沒有一個隨機性 也沒有一個要接近真實的概念 所以我們要加入一個區間估計 那我們會利用標準X 在這個Y的部分 就是讓它一個隨機性 不一定在那個點上 但是會比較接近那個真實值 讓我們比較 預測的準確性更高 那另外利用這個多重Pub 大家要好好學就是 在最後我們的期末作業啊 如果用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在最後的預測分數 可能會增加個1到2分 以上這樣 那我們怎麼使用這個套件呢 首先大家要先安裝這個Package 叫Mice 那大家試著使用 試著安裝一下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 就是我們從這個Package 去install它 去install它 NIC 那大家就是先試著去安裝它 那接著 我們再把剛剛這邊 要預測的 部分 先進入 那大家就是先把這個Data先讀出來 然後 Data讀出來之後 我們有類別變相的部分 我們先要把它轉換成Beta 那我們把它轉換成Beta之後 接著我們就是把X跟Y的部分先拉出來 那我們在利用插譜法的過程中 我們的預測Y是不能放入 就是我們的插譜法當中 因為我們就是要預測的 最終目標 那首先我們就是先產生一個SubData 那在SubData裡面先把X取出來 就是SubData.X 那在Y的部分呢 這邊就是SubData假例子 這樣子 那就會產生一個SubData.Y 接著 我們執行一下 那大家就 接著我們在 怎麼使用插譜法呢 我們就是 就是用這個 這一串 審視碼 去執行它 這樣子 那首先就是這邊 N等於5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 就是我們會產生一個水機值 那產生5組 就是Data Set 然後 這個 NxEater 是Iteration 就是疊代 那我們剛才講到 我們就是流程圖嘛 如果完整做完一次就是一次疊代 那完整再做完一次就是一次疊代 所以我們總共是完成了5分疊代 那我們就先執行看看 那可以看到它就開始在計算 然後它開始做插譜法 那這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那先給大家做使用到這一步 好 那大家我們可以看到它運算完 它就是產生 就把它跑完 就是這樣 就是完成的意思 那我們要把我們就是 運算完的Data 叫出來 我們要怎麼使用呢 那我們可以透過就是 Mice 然後Compat 就是來 呼叫它 那我們先看它原本的Data 長什麼樣子 原始Data 那可以看到原始Data裡面就是 本來就有很多MissingValue 那這邊都是NA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怎麼 我們如果是使用Inputation的話 它的答 就是它裡面的MissingValue 就會把它填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原本的 就是Missing的地方 它就填了A AMI這樣子 那LVD它這邊都填0 那再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Action 這邊是E 就是我們剛才不是N等於5嗎 那我們這邊是Action 就是第一個Dataset 那我們看第二個Dataset 我們就是在Action那邊 就是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 那一樣可以看到它有把它值填入 那這邊就是原本這邊LVD 原本都是0 那在第二個Dataset的部分 它這邊就是把它填成1這樣子 那這是其中一部分 那我們的練習呢 就是利用這5個產生的資料集 建構5個線性回歸 那我們就是5個線性回歸啊 所以就是5個Model 那我們在演算法部分 就是產生5個Model 那每一個Model都帶入X 會預測一個Y 那最後這個Y值呢 我們可以取一個平均 來做一個最後的預測 這樣子 那給大家時間做個練習這樣 好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們的最後答案呢 就是只要把 這5個動作重複5次 重複5次 重複5次 就是把它重複5次 填入到5個變數當中 那我們最後就是用LM的方式 產生一個線性回歸 那這邊就是SubData.Y 就是我們的Y 那波浪-點 就是我們 意思就是我們 所謂X的變相 那這個Data1 就是我們的第一個Data DataSet 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邊 就會產生一個 我們線性回歸 那這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樣子 那最後我們小節呢 就是前面老師上的 我們就是利用最大概是 估計法 可以就是求得到 我們的線性回歸的 預測方程式這樣子 那最後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小節 就是利用我們 插補法來處理一些 MissingValue的部分 那我們的課程 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